巴黎奧運冰冰球再頻現中國人打,中國人,兩國更派亞伊級選手,系列2 巴黎奧運正如火如塗地進行,隨著冰冰球項目開打,人們不禁發現,不少國家的代表,都多少有著中國背景 據統計,超過10個國家的選手,要麼出生在中國,要麼就是有華裔血統,令中國人打中國人的話題再被炒起 隨著冰冰球越發國際化,中國運動員與其他國家的華裔運動員之間的對決也成為了奧運的一大亮點 這種現象背後有多種原因,首先,中國冰冰球培訓體系優秀,培養了不少頂尖選手 其次,中國的技術和戰術在國際上具有絕對優勢,吸引了許多國家模仿和學習 此外,冰冰球是華人社會的重要運動,很多華人家庭對此極為重視,推動了冰冰球在海外的發展 如此強勢下,便出現一些國家向中國僑民或華裔招手,以增強其代表團的實力的情況 同時,到海外沉迷更多的機會 更長的冰冰球職業生涯,也是許多選手披上其他國家戰狀的原因 雖然有人對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情況感到不解或略顯尷尬,但這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冰冰球在國際上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 巴黎奧運冰冰球項目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精彩的對決和故事,也進一步將顯了冰冰球這項運動的魅力和國際化 據報導,今屆奧運會上,德國、澳洲、加拿大、法國、美國、斯洛佛克、匪制、韓國、摩納哥、葡萄牙等國家都派出了華裔或者中國出生的選手 其中,盧森保和智利更是派出兩位亞伊級選手參加賽事 以及來自新澤西州的Amy Wong,則分別只有28歲,20歲和21歲 其中,張安是美國女子冰冰球排名第一,這次是她第四次出戰奧運 而Amy Wong和宋嘉瑜則在3月於美國冰冰球奧運選拔賽女子單打比賽中分別獲得冠軍及亞軍,雙雙拿到巴黎奧運的入門卷 報導指,兩人是老朋友,雙打搭檔,更是加州大學洛杉基分校的失友 賽前,張安曾對媒體直言,今屆出征顯然會很艱難,面對中,日這樣的強國,要贏獎牌很困難,但她認為一切皆有可能 最終,她們在女子團體賽16強賽中以2比3不敵德國,未能如願為美國奪下首面冰冰球獎牌 值得一提的是,她們用中文受訪時,曾表達她們對中國選手馬龍的熱愛 以輕妹當出戰張本智和獲中國網民成贊而備受中國觀眾注意的張本智和及張本美和,則代表日本出賽 其中,在藍單八強戰中,中國選手梵振東,在比分一度落後的情況下力患狂難,最終以4比3戰勝張本智和,晉級4強 事後,許多中國網民都盛贊這場比賽,打出決賽水平,更稱讚張本智和是可敬的對手 朝日新聞,則風凡震東為中國之壁,並以張本智和為陷未能打破中國之壁,比賽最終被對手逆轉為題報道 賽後,將本智和發文稱,自己充分利用了這三年的時間,即使我付出了我的一切,但這還不夠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資格成為單打獎牌得主或冠軍 我別無選擇,只能讓接下來的4年配得上冠軍 狠嘴喪,但剩下的就是完成團體材料 互相,小寵以及日本隊都會全力以赴 據了解,張本智和和妹妹張本美和出生於日本工成縣先台時,父母皆為前中國乒乓球運動員 母親曾代表中國參加1995年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受日本乒乓球協會的邀請,全家除了母親以外選擇歸化日本,並從將改勝張本,此後張本智和和妹妹開始代表日本參加國際賽事 張本智和在中國也有不少粉絲,許多內地網民也稱讚他在比賽中的表現,雖有不少網民批評他規化日本,但也有不少網民肯定他的表現 稱,真正喜歡乒乓球的人都會被這個年輕選手打動,除了上述運動員外,代表他國出戰巴黎奧運乒乓球項目的華裔或中國出身選手 還有德國的善曉娜,法國的袁迦南,葡萄牙的婦育及邵杰尼,西班牙的肖瑤西等人 其中,生於遼寧的善曉娜曾代表過新加坡參與賽事,現代表德國出戰國際比賽 女商冠軍及澳地利公開賽女商冠軍 2016年8月16日,他與韓營索爾加一起獲得里約奧運會卓球女團銀牌 事實上,早在2016年里約奧運,德國,日報,就曾發布一篇 中國總是贏得乒乓球比賽,包括在陌生的國旗下,的報道寫道 在乒乓球的項目上,最終都是中國贏 而在進入21世紀後,隨著傳統強隊日本、瑞典的沒落,中國冰冰隊在國際賽事幾乎沒有對手 2008年北京奧運開始沒有失調一面冰冰球項目的金牌 感謝你的觀看!我希望你覺得這個影片內容豐富有趣 如果你喜歡所看的內容,請無必訂閱我的頻道,以隨時了解我的所有最新內容 我有各種播放列表,涵過廣泛的主題,因此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的內容 透過訂閱,你將第一個知道新影片何時發佈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